大家好,歡迎來到《要財財經台》即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我們身邊的嘉賓,今次有台署郭師志先生,郭Sir,你好 Karen 觀眾,不要等了,立即打電話給我們,問我們郭Sir的問題 電話號碼是200-04-6566,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郭Sir,幫我們先打一搭家庭觀眾的電郵,好嗎 好 我們有一位陳小姐,她想問178莎莎 見到莎莎的走勢都很強勁,今天仍然是破了頂 是在做6.15元,升勢,大概升了5毫 陳小姐想問郭Sir,幾題問題,不如我們逐一解答,好嗎 第一題問題想問,莎莎的長線是怎樣看呢 她是想維持長線的,還有沒有增長的空間和郭Sir的目標價 最後,她想問你的意見,即是莎莎和卓越,哪一個是比較有潛力的 陳小姐買入價是5元,現在是在做6.14元 先看估值 其實以莎莎來說,33倍市盈率 在零售的板塊裏,這個估值不算便宜 當然,如果你說相對翠月21倍,好像是吸引一點 先說莎莎,33倍市盈率 我的看法略為是高了一點 零售始終有一個隱憂就是租金 因為金融海嘯租諾的舖,經過兩年三年之後 新租約簽的時間,可能租金上升是四成五成甚至更多 對零售股來說,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舒緩 就是營業額、銷售額持續上升 這樣便可以抵消租金上升帶來的威脅 但如果營業額持平或增長的部份相對比較慢 老實說,邊際利潤便會被削弱 但看看股價的表現 其實剛才提到股價持續向上升 已經創了一年來的高位 單單說這個小升浪 其實這個小升浪始至二月份的低位 當時仍然是三個六毫半左右 或者三個六毫半左右 到現在這一分鐘為止一倍便沒有 但怎樣都有80% 值得一提的就是 來到現在這一刻一度上升軌或一度上升通道 仍然走得相當漂亮 如果在現在這一刻才買下去 33倍的市盈率再高追 多多少少都會犯險 做一些風險管理 如果一旦不對板 五個百元錢或作品水平便會考慮止蝕 如果退一步的話 我相信五個六也要考慮 做一個技術上的止蝕或減榜 近日來說 其實由上個月的低位 說的是四個八 四個九度的水平 到現在為止已經成二十幾% 早不買前不買 要去頂才買的話 當然希望進一步上升 沒問題 不過五個百格防守性 或者上個止蝕位 就一定要理性去執行 另外一隻就是 三十一出月 龍三 其實相對來說 21倍的市盈率 估值那方面就沒那麼貴 但同樣要面對一個威脅 就是說 租金的上升 其實會令到邊際來源 可能被削弱 不過當然知道 如果它的銷售額 能夠同步增長 就可以抵消相關的威脅 技術上的走勢 沒有像莎莎一樣 一路創新高 相反來說 它是整固代變 在哪裏呢 在一個二毫嶺 我就當你過二度 去到一個四毫半 在兩毫半之落 走上走落 近日有少少好像試頂試頂的形態 我說一下頂就是一個四毫半 如果試穿了一個四毫半 理論上 它有條件 試一試 是早前的高位 應該是一個五毫半到過六 如果兩隻選一隻來搏的話 我想我會選擇卓越 最低限度 萬一不對版 我回頭定下指示位 在一個三毫半 我承擔的風險 都是一毫子 相對比較小 當然 上面的空間 如果你輕輕放上去 一個五毫半過六 都還有十個百分之 比例上來說 好像翠月的風險 就會略為小一點 況且一隻是六個多 一隻是過多銀錢 大家要留意就是註碼 如果你買兩萬股沙沙 資金是十幾萬 如果你十幾萬 你差不多可以買到 百萬到九萬股卓越 我覺得直駁率來說 兩隻選一隻 我都會選擇卓越 不過當然知道 如果你說 有少少是短炒的心態 最重要的是 兩隻都要嚴守止蝕位 不要一尾得上網 一不對版的時間 甚麼價做減榜 或止蝕離場 你也要理性去執行 謝謝郭Sir 多謝陳小姐的電郵 希望下次可以再收到你的電郵 不如我們現在又看看 本地零售股現在的最新表現 見到沙沙國際上升了5千 報6.14 卓越很厲害 是升接近3% 報1.45 歐蘇丹是升了接近1% 報20.06 歐斯跌了1千 報9.2 而中港照相是沒有起跌 報7.4 都見到 現在本地零售股都做得不錯 尤其是卓越的升幅 接近3%都做得不錯 不如我們現在又看看大使最新表現 見到恒指是反彈回升 升了6點 報22,578點 成交額方面是281億多 我想問大使 見到他前幾天 動力都不是那麼大 自從昨天升了200多點 今天開始是低開的 但現在又反彈回來了 你覺得究竟今天的走勢會是怎樣 其實來說 上星期五恒指成功修復了10天和20天線 昨天也進一步升破50天平均移動線 即是說這兩天也是 不單止昨天 整個形態有來進一步上市是250天線 當然知道 放個圖大家看看就知道 第一 6月份有個低位21,508點 7月份有兩個低位 分別是21,648和21,611 這我就形成一個技術上的小三底 一隻腳是不穩陣的 三隻腳 段股來說也不容易跌穿 關鍵在哪裏 是一些資金流 其實美國國債上限的提升 我自己覺得法案最終會被通過 即是資金會再度流入投資市場 我指的是商品市場和股市 看見美股7月份已經兩度高見12,754和12,751 已經顯示得到資金的態度已經比較進取 至於港股方面 只要穩守50天線 應該有條件進一步上市250天線 不過關鍵是 市250天線是今個星期來市還是下個星期 如果今個星期來市意義就很重大 因為250天線是高於今個月7月8日的高位 22,835點 簡單來說 如果指數能夠上破250天線 即是7月份有機會成為一個先低而後高 扭轉了2,3,4,5,6月持續先高後低的敗局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成交金馬都很重要 現在成交金馬 我覺得還是比較削弱一點 謝謝郭Sir 我們大家也要留意市場的市況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等性回來 依然有我們職場假扭節 有問必帶的環節 依然有我們郭Sir為家庭觀眾解答問題 記得立即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號碼是2804-6566 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我們的電郵地址是 ASKatBSChannel.com 休息一會兒 等一會兒見 igt便宜 按讚 按讚